近代中国工业化的速度 放在全世界能打多少分 英国工业革命的时候 欧洲大陆他们在学习工业革命吗 跟上了吗 没有 英国工业革命已经几十年了 已经明显非常强大了 西方西欧啊 大国呀西班牙呀 那时候还没德国什么事啊 就这些国家还开始去跟 你想想他们都是欧洲的 他们那时候也都大航海了 也都开始海外贸易了 他们对英国当然是非常了解 而且西欧欧洲大陆 他们本来就是有工业的呀 只是还谈不上工业革命吗 那你从这个角度讲 中国完全不是一条科技线上的 从文化呀 从基础啊 从这个体系啊 根本就一点关系没有的 要求他同步工业革命 这个要求太高了 这就像我以前也说过的 就一百多年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 都是在说明明就应该做成的事 这么简单的事 理所当然你就应该做成 根上工业革命实现强大的事 你为什么不去做 你做错了什么 这个角度出发点其实就有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事 对中国家长也是这个形态 说的好 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当年跟上工业革命 那是比考上北大清华都难的 谁要觉得这事简单 你别说北大清华 你高考状元都不在华夏 所以这个问题不应该问 你怎么就没有考上北大清华 你看隔壁家那谁是谁 他怎么就考上了 这种问法就问错了 真正有价值的问法是什么 隔壁谁是谁 你说他怎么就考上北大清华 你说人家是做对了什么 应该这么问 一生要强的中国人 卡罗说的对 一生要强的中国人 有人说乾隆对西方很了解 但是为了防汉故意不学 方西对西方科学确实是很了解 乾隆几乎完全不了解 当时英国的那个使团 法格尔尼使团来中国的时候 带来了很多英国的武器装备 还有一些机械的东西 他们两个目的 第一是他们听说乾隆很喜欢钟 那就给他看看工业品 这是一第二个呢 他们也是想向乾隆示威 让你们看看我们英国工业革命的成果 我们的武器 最后这事儿出落在哪了呢 就是那个使团进见乾隆的时候 他们不愿意扣头 最终商定的结果是他们只单膝贵 不磕头 乾隆人家是老政治家 就是当时在接见使团的时候 老线的没问题 一点都没说 因为这个给你们脸色看 还没有 但是乾隆和后来的几任皇帝 对这个事儿是耿耿于怀的 这导致一个什么后果呢 后来就是这次面见遗世之后啊 本来应该是让英国人演示那些武器装备啊什么的嘛 但是乾隆也想英国人见了我 又不下跪 然后就不让他们演示了 就换一些人来演示 这些人老不明白啊 没操作好 乾隆一看 英国这帮人果然是一帮骗子就会吹牛 就是他对那些东西其实完全没有了解 乾隆根本没见识到英国人的船也好炮也好 到底是什么样多大的威力 如果当时真是英国人给他演示一番 他可能还可以还颇为震撼 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啊 就这个使团来的时候 大清当然包括乾隆 才第一次知道 有个国家叫英吉利 当时的英国已经占领印度了 BDP还是大清中国更高 但是真正的国力 英国早就已经太领先了 但是那会儿的中国和乾隆 都不知道有个英国